一说起唐一新和张若云,就会想到两人甜蜜撒狗粮,两人可以说是娱乐圈中公认的模范情侣了,不过,即便是公开恋情,两人依旧跟以往一样,非常的低调, 不得不说,两人不管是在颜值还是恩爱程度上,简直就是天生一对,甜蜜报表,唐一新原名唐晴,唐一新这个名字,也是为了和张若云组成情侣名,爱人名字同样都是草丝头,日子旁,有没有感觉被喂了一把狗粮,唐一新是一个活泼可爱的女孩,一对会笑的眼睛,让她在演艺道路上交过不少好运, 她给观众的第一印象是爱笑,笑起来两家酒窝浅浅,似乎能看到青春当样期间,之前,唐一新在参加快乐大本营的时候,看到张若云在节目上和别人演戏告白的时候,唐一新是瞬间打翻了醋盘子, 其实,像张若云这样帅气的男神,不管是谁都超级喜欢她的,不过,并非不是每个女星,都可以找到这么宠爱自己的男神,只能说唐一新真是好幸运,而两人公开恋情后,在此现身节目时,甜蜜程度更是闪瞎了众人的眼睛, 在第三季我们来了时,唐一新在节目上反传男生,还说,这是我们叫张先生的,简直溺爱极了,男主都不在都能够这么秀,是不是感觉被蜜甜到了,不知何时能够结婚呢? 而在前段时间,有网友就拍到张若云陪同唐一新的家长,话说张若云带唐一新去见家长这事,可是大事件啊,于是,网友,纷纷猜测是要结婚的节奏, 此外,唐一新当时跟张若云一起现身酒店,身穿超宽松卫衣的唐一新,肚子大到藏不住,疑似怀孕,不知凤子成婚是不是真的? 此外,两人吃完饭之后,还手拉手离开酒店,不过,张若云身手没有拉到张若云时,还特意回头看了一下,这个细节简直就是甜蜜刀报,两人在一起的时候,站着就是那种踏踏实实的,而私下张若云对待唐一新也是非常宠爱的,在某次节目上,阿雅在节目上,就帮唐一新考验张若云,说, 如果唐一新跟你在一起,然后幸福肥,变得超级胖,你会让他继续胖下去,还是让他减肥呢? 结果,张若云表示,他想减肥,我就陪他愿,如果愿意胖就胖,就算成200斤,也肯定是非常能吃的,自己就做大锅饭,很有成就感, 就像情感嘉宾梁诗敏说的,正在纯粹的爱情,必须发生在两个纯粹的人当中,像张若云和唐一新之间纯粹的爱情,在娱乐圈还是少见的。 作为一个有经验的情感导师,主持人赵川的情商特别高,在男女嘉宾争吵时可以迅速平息,在点评嘉宾情绪激动时,可以提到论华,给人感觉就是有谱,有度,傻清。 在现在就告白情感节目上的表现,也很突出,现在就告白第二季,将更多专注于开发性讨论,以达到真正融会多次元文化的交流,对于生活情感而言,正确的价值观并不,是单一的。 现在就告白,作为网络首当生活情感表白真人秀,自2017年12月27日,在腾讯视频播出以来,迅速获得了广泛关注和好评,唐一新爱张若云不像现在的年轻人,说起来轻巧,作又是另一个样子,看他做的一些事,就知道他有多认真,唐一新究竟是有多么爱张若云呢? 其实,答案早已公诸于是,唐一新去参加某时尚活动,在脚腕上问了I love you,少,但顿时有细致的网民认真到了,脚踝的纹身,跟张若云的是同款,若云腿上是I love you,停,这狗粮可以先干为净了,两人也是,一直甜蜜,只要两人在一起,两人的眼里都是只有对方,慢慢的爱意散发出来, 让群众时常猝不及防吃了一大把狗粮,不过两人确实也是很般配的,祝福他们 再见 再见